讲当年 MacBook Air 刚刚推出的时候 震惊了全世界 大家好 我是科技赛男生号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跟你分享的就是 MacBook Air 值得买吗 请容许我打一个小广告 生号体育会一直更新 关于MacBook和MacOS的使用小技巧 不想错过这方面的资讯的话 就赶快订阅生号TV 然后点击旁边的小铃铛 那么你就可以第一时间 收到关于我的影片发布的通知 这一集我们会讨论的就是 MacBook Air 是不是值得购买 以及MacBook Air的规格 价钱 长处 短处 和分析什么样的人适合购买MacBook Air 首先从Apple的官方网站 我们可以看到 MacBook Air的价格 可以借999美金到1199美金 Possession 是1.8GHz i5到2.2GHz i7 Memory 只有8Git 至于它的 Storage 就是它的 Hard Disk 会从128Git到256Git的 SSD 关于它的 Screen Display 呢 就有 13.3inch 然后最高呢 可以 support 到 1440 190 就是比 MacBook 大 然后比 MacBook Pro 薄一点 关于 MacBook Air 的长处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 就是第一它的续电量可以达到12个小时上网使用 第二个就是它的体型 比 MacBook Pro 薄一点点 然后比 MacBook 大一点 这个大小呢是比较适合大众使用 第三个呢就是价钱 价钱是适中 不会像 MacBook 和 MacBook Pro 那么贵 第四呢它有很多个插口 像 Charge 10 的 MacSafe 两个 USB 3.0 Thunderbolt 还有一个 SD SD的 Cast Lock 至于它的短处呢就有第一 它的 Screen Display 我们都知道 Macbook Air 是没有 Retina Display 的 所以跟 Macbook 还有 Macbook Pro 比起来呢 它的显示就没有那么 Sharp 所以在看一些 Full HD 的影片的时候呢 会比较吃力 第二 它没有 USB-C 的插口 为什么会这样子说呢 虽然现在 USB-C 的插口并不普及 可是我相信 USB-C 会越来越被看中 就像是 YouTube iPhone 和网上购物的平台 也是这十年内呢 快速普及化的 这个 USB-C 呢 它可以大大的提高 Hardware 的使用能力 像是 USB-C 可以 Charge 电 可以快速的传送文件 还可以连接不同的 device 等等 第三个呢也是我最在意的东西 就是 Macbook Air 呢 从 2008 年到现在都没有换过它的 Design 虽然它的器件呢 有 Outgrade 了它里面的一些 Hardware 不过并不明显 它并不会像是 Macbook Pro 直接 Outgrade 了一个 Touch Bar Touch ID Macbook Air 适合什么人呢? Macbook Air 呢是一个比较入门的笔电 所以它是比较适合大众化的 无论在价格或者是大小方面呢 都是比较大众化 再加上续电量也是不错 所以我个人是这样子觉得 只要你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或者是对电脑的性能要求并不高 再加上你不玩 Game Macbook Air 呢其实都很适合你 那么 Macbook Air 那么好 值不值得买呢? 其实我个人是觉得 50 50 也就是说 50 是值得 50 是不值得 先说不值得 因为 Macbook Air 呢是属于一个比较旧款的电脑了 就像我刚才说的 它从 2008 年的 Hardware 到现在呢 都没有很大幅度的提升 再加上呢有传言说 Apple 将会在今年推出新款的 Macbook 来代替 Macbook Air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不值得买的观点 至于值得买的观点呢 就是它的价钱 的确是在 Macbook 系列里面呢 算是比较便宜的 以上就是我要跟你分享的 Macbook 和 MacOS 的使用小技巧 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呢 就给我一个赞 然后分享出去给你的朋友 我也期待你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关于你对 Macbook Air 的看法 那么我是圣浩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 we want to wait to see you !". lı 很高級 太正 哦 是 是 太正 特成 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